原创独家出品《不朽凡人》 作者 俄氏老五 颇奖 小编C 念水笑 第436章 半仙玉唯一的天仙修士 十万黑石 真的是十万黑石 公侯抓住戒指 激动了好一会儿才平静下来 一旦平静下来 公侯立即就想到 莫无忌既然可以拿出十万黑石了 那他身上是不是还有更多的黑石 他如何能在短短的大半年时间挖到这么多的黑石 一想到这儿 公侯的神念已经落在了莫无忌的戒指上 他精益地发现 自己的神念根本渗透不进莫无忌的戒指 公侯的神念一落在莫无忌戒指上 莫无忌就感觉到了 这家伙果然想查探他的戒指 莫道友 你身上还有多少黑石啊 公侯收起装有黑石的戒指 语气恢复了平静 莫无忌微微一笑 黑石还有一些 难道公道友还有下品仙精吗 公侯自然拿不出更多的下品仙精了 他身上的这些下品仙精也不是他能拿出来的 而是众多人集中在一起的财富 犹豫了半天 公侯还是放弃了抢夺莫无忌黑石的想法 不是他没有把握 而是这种行为是指杀鸡取卵 一旦抢夺了莫无忌的黑石 那下一次他找谁一次性拿这么多的黑石去 黑石本来就是个暴力生意 这一点公侯还是拎得清的 若是公侯知道莫无忌的戒指里 还有数千万的黑石 就算是令得再轻 他也会毫不犹豫冲上去抢夺 不过莫无忌敢单独来和他做生意 就不怕他抢夺 别看公侯天仙境界 他现在是地仙九层 一样有把握收拾这家伙 既然如此 那我走了 下次我会带更多的仙精了 记得黑石要准备的更多才行 公侯临走之前 盯住了莫无忌一番 他要持续做莫无忌的生意 自然不会要走莫无忌的戒指 莫无忌根本没把他的话放在心上 他计划里的交易本来就只有这一回 在得到了三百万下品仙精之后 他的下一步计划是横渡先欠 进入仙狱之中 等公侯远去 莫无忌立即就要寄出飞行法宝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划过了他的神念铺了下来 莫无忌没有动 他知道那不是对他的暗算 那黑影从他身边划过 吊在地上 这是一名受伤的修士 这家伙很快从地上爬起来 吞下了几枚丹药 甚至还向莫无忌抱了下拳 这才坐在地上撩起伤了 这是个看起来 似乎年纪并不大的青年 浑身伤痕累累 浓眉大眼 肤色微黑 面相稍显稚嫩 让莫无忌惊讶的是 此人的修为 似乎已经超越了地先 达到了天仙之境 莫无忌立刻反应过来 这家伙就是不久前 堵截成功的那个半月玉天仙修士 一个刚刚堵截的天仙修士 半仙玉除了他之外 恐怕还没人能让他受如此重创吧 能让他受如此重创 甚至还从虚空中跌落下来 显然是仙玉强者出手 莫无忌正想着 是不是不要多管闲事 这名青年就站了起来 尽管他周身伤势依然很重 但他并没有继续疗伤 应该是知道这里不安全 诸位大哥 我叫寇远 刚才被人追杀 不小心落在这了 青年一站起来 就对莫无忌抱拳说 没事 这地方又不是我的 朋友请便 这青年看起来还算憨厚 修为却比他还要强上一些 但是他却口称大哥 应该是和他的面相 显得有些稚嫩的缘故 莫无忌并不会因为 扣远面相稚嫩就小瞧于他 根据他在半月玉中获得的资料 他知道能在半仙玉紧急天仙的 基本上年纪都不会太大 而且个个精彩奄奄 还未请教朋友怎么称呼啊 见莫无忌并没有说出自己的名字 寇远又主动问了一句 虽不知寇远是何意思 莫无忌也并不在意 他简单地说 我叫莫无忌 你就是莫无忌 小学红甫吉和孟天玉的莫无忌 寇远惊声重复了一句 他本来知道自己难以幸免 所以想要将仙玉寻找杜杰天仙 不怀豪意的勾当告诉一个人 让这人把消息带到半仙玉去 可没想到随便找的一个人 居然是莫无忌 他一直在外面闭关修炼 没有见过莫无忌 但是对莫无忌的大名 他是多次听说了 这是一个强悍的新人 连道主都不放在眼中的强者 你见过我吗 莫无忌疑惑地看着寇远 只要他见过一次 他就会有些印象 而对寇远 莫无忌是真的一点印象也无 寇远连忙说 我没有见过莫兄 不过莫兄大名 版仙玉谁忍不知 我也只是听说 你是被仙玉的人追杀的吗 莫无忌的目光落在了寇远腰间的伤口上 寇远反应过来 赶紧说道 对莫兄 你赶紧离开这 我估计他们很快就追来了 同时 我请你帮我带一个消息 散发到半仙玉 告诉半仙玉所有的修士 是不是要告诉他们 仙玉将半仙玉进击天线的修士带走之后 并不是好事 莫无忌插口 寇远精益地看着莫无忌 莫兄 你如何知道 莫无忌微微一笑 伸手挤出飞行法宝 寇道友 上来吧 离开这里再说 寇远下意识上了莫无忌的飞船 而莫无忌则直接驱动飞船 迅速离开了原处 莫兄 你还没回答我 你是怎么知道的 在飞船上 寇远再次询问 我去过仙玉囚禁办仙玉天才的监狱 莫无忌见寇远逃了出来 索性将自己去过半月狱的事情 全都告知了他 听完莫无忌的话 两久之后 寇远才喃喃自语 果然是这样 我就感觉他们不对劲 说是要带我去仙玉继续求道 却不允许我在这处理一些私事 说到这 寇远忽然想起了什么 他赶紧话锋一转 莫兄 你赶紧找个地方让我下来 我紧急到了天仙 在这里很容易被他们找到 他们 他们似乎 有专门寻找天仙修士的办法 莫无忌一白手 不用担心 我的飞船禁止 他们一般发现不了 我带你去的地方 也有法身禁止 一样发现不了你 我们这边有几个人 正准备去仙玉 寇兄有没有兴趣 如果有兴趣的话 我们一起去 寇远为人 看起来还比较憨厚 更重要的是 他是半仙玉里 唯一一个天仙修士 横渡仙倩 莫兄 我知道你实力强 甚至不比我差 但是横渡仙倩 这的确太离谱了 仙倩绝非我们可以横渡的 且不说仙倩中 寇道友 横渡仙倩我已下定决心 既然你不愿意 那就不用说了 你去哪 我先送你过去 不等寇远把话说完 莫无忌就抬手 止住了寇远的话头 寇远一愣神 他能到哪儿去呢 别看他晋级的天仙 再半仙玉 可真是无处可去 过了两久 寇远才长叹一声 唉 莫兄 我愿与你一起横渡仙倩 与其苟活 还不如去闯一闯 死在仙倩 也比关押在那牢笼里 要好过很多倍 这一刻他想通了 晋级到了天仙 他留在半仙玉 就算是不死 那也是煎熬 莫无忌在半仙玉如此风光 也愿意去横渡仙倩 他还有什么不肯的 你 你是寇远 莫无忌带着寇远 刚回到小队聚集的地方 算盘就认了出来 算盘 苦亚世界 寇远也认出了二人 他同样是一脸惊讶 他和府爷交易过地下黑石 自然知道 算盘和苦亚是谁的人 寇远 欢迎你加入我们 府爷被仙玉的人杀了 我们现在和莫兄一道 准备横渡仙倩 还有 若是之前我没猜错的话 哪个渡过天仙雷劫的人 应该是你吧 算盘拍着寇远的肩膀笑着说 寇远点了点头 没错 是我 仙玉的人正在对我进行追杀 没人奇怪寇远的话 莫无忌早就解释过半月玉的事情 这里的人都知道 半仙玉不过是仙玉废弃的一个矿区而已 之所以到现在还和半仙玉有联系 也仅仅是因为这里有黑石矿的留存罢了 算盘又对莫无忌说 寇远道友年龄不大 但当年我们就知道他潜力惊人 府爷也曾经拉拢过寇道友 可寇道友一心修炼 不愿意加入我们而已 莫无忌把寇远和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正准备拿出杜仙剑 准备安装剑炮的时候 童胜忽然说 莫道友 在你去和公侯交易的时候 这里发生过地面抽搐 莫无忌疑惑地看着童胜 地面抽搐 他还是头一次听到如此新鲜怪异的名词 铺子大师站出来解释说 莫道友 童道友的意思是地面发生颤抖 而且 狄真 没等铺子大师把话说完 莫无忌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地震这东西很正常啊 别说半仙玉如此宽广的地域 就算在地球不也是隔三差五来上一次吗 不是莫道友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我说的不是地震 而是抽搐 童胜的脸色更加凝重起来 到底怎么回事 莫无忌皱眉 他也感觉到童胜 不会因为地震这样的事情 而如此的凝重和认真 不朽凡人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